隋煬帝杨广,正和萧皇后、邓皇后、郑皇后三个娘娘演唱她的作品呢,半舞的舞蹈队也来了,这杨广呢正在学唱,最后这高音儿自个儿说老唱不上去, 忽然有一个人慌慌慌慌望李禀报起奏陛下,大事不好,有一伙人身带兵器是闯进宫来,杨广一听,嗯,什么人,如此大胆,没有朕的选调竟敢擅自入宫,敢是想要犯上吗,嗯,不要管他,到这边还跟娘娘在这学, 后影儿这个,梅花小杀人,梅花小杀人,梅花小杀人,我这高音儿怎么老上不去呢?杨广正在这儿还研究这高音儿呢, 余文化吉等着呼噜一下子把这宫门又堵住了,杨广一回头,一看面前站的是余文化吉, 兵部司马,司马得堪,盘不是岳王杨肃带着他儿子杨玄感,身后不是张徐驼,杨广一看这都是自己的亲信啊,杨广不以为人, 哎,丞相,你们这些人来到这里干什么呀,啊,有什么事情吗? 一问话吉瞅着杨广,陛下,不知陛下可曾知道,靠山王杨林前提的战况,杨广说, 朕已经知道了,靠山王杨林为国捐去,朕正准备近日,把他灵鹫接回我们要大办一个葬礼,陛下,不是靠山王一个人阵亡之后就没有事了, 您可知道,十八国的联军用不了几天,将要进攻扬州,大兵压境,情势危机,陛下可晓得, 这个我也知道,十八国的人马就是大兵压境又能如何呢? 嗯?我手下有丞相兵部司马,首称的主帅,我有数万随军,怕着何来? 只要是你们据成立手,等待着我的恒永无敌将天保大将军于温成都杀毁, 内外加工,就可以把这十八国的反叛,一起消灭在扬州城下呀。 余文的话急,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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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上上下下各级将士以及士族 纷纷军心涣散 他们都在谈论 谈论什么呀 他们都在谈论陛下您 谈论我什么 于文化吉说 这些士族和将官们都说当今圣上 荒书朝政 沉眠酒色 每日就在江都宫中花天酒地 不理正事 这也算罢 更有甚者 他们说 陛下士富夺权 朕兄戏妹 败坏人伦 江山虽然到手 不为众人所福啊 这样一传播 所有的军心个个都涣散了 他们不想再为大隋王朝冲锋陷阵 为国捐躯了 照此看来 如果说十八国的人马兵到城下 我们举城力守 恐怕守不了两日 一旦间把城池攻破 这十八国的藩王竟得成雷 肯定是与时不分 我等群臣必遭其难 上上 对这件事情 您可有什么办法吗 杨广一听 哦 居然现在还有人议论这个 说朕 士富夺权 朕兄戏妹 这样的话 我听到耳朵里都长出奖子来了 十六年了 人们一直这么说 丞相 你不是曾经跟他们都做过解释吗 如今在扬州城中 此风再起 丞相 你何不替朕辩驳呀 嗯 于文化记者陛下 为臣道本想替圣上辩驳 只是 这件事情 臣是深知内理呀 如果我还替陛下辩驳 那么臣就将成为千古罪人 留得一个万事唾骂 哎 杨广一听这于文化记怎么说出这个话来了 这件事情是 于文化记他们都知道 但是以前有人这么传言于文化记是编出一道词来的 给杨广遮凶啊 替杨广避讳呀 怎么现在他居然说这话了 杨广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你认为真真就是做了那样的事吗 于文化记说 陛下 你做明做那样的事你自己知道 这个时候 杨广旁边的这几个娘娘 包括跳舞的那些宫女 还有宫里边的这些太监 一个个全傻瞪着眼站在那儿 瞅着杨广 杨广瞧瞧旁边的岳王杨肃 杨广你说 真是做了这样的事吗 杨广瞧瞧瞧杨广 陛下 我看这个事 就不用我说了吧 我要说的就不是这件事了 陛下 臣还听得上上下下官员们议论 说陛下 自从登基以来 没办什么好事 你三次出兵高丽 穷兵独武 耗费国家自财 接着呢 您就是到处大修宫殿 三千里开昌河 七十里地大行宫 老百姓苦不堪言啊 自从您登基以来 今年是大业十四年 您把老主爷隋文帝 留给您的国库中的银两 花得几乎殆尽呐 民不聊生 所以 一兵四起 陛下 您 对大隋王朝 究竟有什么建树呢 事到如今十八国的人马 仰看就要兵到扬州 您现在在这江都宫里还长着的沉原酒色 您还像一个皇帝吗 哎呦阳广一看了不得了 这敢当面指责我 这杨广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 所以杨广我脸色一沉 杨肃 照你这一说 朕当如何的 阅王杨肃说 陛下 现在您还不知道吗 您当如何 您当脱袍让位 您不是对十八国的反王 有一个善未诏书吗 现在是到了对线的时候了 杨广一听 杨广心想 这伙人今日 大有来头啊 啊 他们这是要来逼宫啊 杨广说 你们今天 带着一伙人来 身带兵器 敢是来逼宫吗 杨肃说 陛下 逼宫不敢说 其目的 就在于 要让您让位 杨广说 让我让位 我看你们哪个敢 来人哪 来人 杨广喊来人 因为杨广 这内宫里边 他有他的近辈队 往常要是一喊来人 呼啦的家伙 这人都上来了 今儿个一喊来人 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呀 这于文化吉和这司马德勘等人是准备着要逼宫了要刺亡杀架了要搞工厅政变了他们能不把事情安排的非常详尽周密吗 于文化吉对内宫的情况感触得非常熟悉 早已经带着队伍先把杨广的这些禁卫队都给看住了 谁也不知道 告诉他们 动一动让你脑袋搬家 今儿个工厅搞政变了 杨广的这些禁卫队呢 平素当中是侍奉了杨广 但是他们目睹眼见这杨广整天沉眠酒色跟这些娘娘嫔妃们吃喝玩乐 弹唱歌舞 他们从心里边对杨广一眼看不上 也觉得这叫什么皇上啊 如果这个皇上就这么当的话 这国家还好得了吗 今天有人看着他们不让动 他们乐不得了 心想正好 不让我们动我们就不动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们看了 这个天下他也尝不了了 所以杨广喊了两声 没有人应声 岳王阳素在旁边一笑 陛下 您现在是人单是孤 呼唤不灵了 还有什么说的 您还不明白吗 杨广说不来问你们 你们今天到这里 逼着孤王要脱跑让位 打算要让我让给何人呢 宇文华吉在旁边说了 让给微臣 好 丞相 你要夺取孤王的江山 夺取你的江山 正顺了万民之意啊 宇文华吉 我问你 你夺取朕的江山之后 你 你怎么理国号 宇文华吉 国号已经起完了 大许 随朝到此结束了 以后就是许国 而且年号都起出来了 今天 就是天寿元年 杨广一听 哎哟 他们这是有准备 有策划 及时行动而来呀 啊 杨广当时这俩眼就发指了 宇文华吉 闹了半天 你早就心怀叵测 愧是神器 宇文华吉说 天下 有德者拒之 无德者拒之 我宇文华吉 也是万般 无可奈何 在众人 从拥之下 不得不如此 陛下 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 今日开始 天下 一属许国的天下 随朝已尽了 北下 那就请您升天吧 宇文华吉 这话说到这里 唰了一下子 又得累下巴 宝剑就抽不出来了 提着将望前就走 宇文华吉 提见望前这一走的功夫 杨广喊了一声 且慢 宇文华吉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要送你归天 杨广说 余文华吉 事早如今 孤王不得不说 不得不讲 我来问你 当初 老主燕家的时候 是谁出的主意 不是你吗 还有杨素 杨素 你也逃脱不了罪责 那个时候 老主病危 想要改例养勇 是你们说 事不宜迟 不可再等待 再等待 我等拒绝人头落地 那个太监张衡 不是你宇文华吉派去的吗 那个张衡 他 他已经死了两年了 这张衡如果要活着的话 他就可以给作证 遗憾的是 眼下张衡不在了 宇文华吉 你们 你们也是有罪之人 宇文华吉说 杨广 尽管说 我们当年也参与了策划 可是 我们的策划 没有你的准许 我们敢刺杀老皇上吗 这是你这做儿子的不孝 急于想夺得皇权 你才让我们这么办的 杨广 如果说 你是师父夺权 杨广 一支晕华吉 你们就大逆 逝君 宇文华吉说 对 就是大逆 逝君 如果说当年 逝了隋文帝 今天 我们就要 逝你隋阳帝 话说到这儿 这就都急了 像剑在弦上 一样 崩起来了 宇文华吉提了剑 往前走 旁边 那萧娘娘 吓得脸都煞白 萧娘娘一看 宇文华吉提剑 往前走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就在三天前 早晨起来 这杨广啊 洗完了脸 宫女给她梳完了头 然后 这杨广 就在这镜子前边 照着自个儿 这模样 拍了拍脸蛋 滑了滑了脑门子 最后说出一句话来 哎 多好这个脑袋呀 说不上 谁把她砍下来呀 这萧娘娘当时 一听就吓一跳 萧娘娘历时 就跟杨广说了 说陛下 何出此不及之言呢 杨广 惨淡一笑 没说什么 那可以说 那个时候杨广 心里边怎么想的 可以揣测的出来呀 但是萧娘娘 万没有想到 这句话说满三天之后 余文化吉提了这宝剑 要砍她脑袋了 萧娘娘在旁边 战兢兢的望虎倒飞 杨广 手指着余文化吉 余文化吉 你且给我站住 余文化吉停住了脚步 怎么着 陛下 陛下 事到如今 你还有何话说吗 杨广说余文化吉 你要知道 朕 不管怎么讲 也是一朝天子 所谓天子者 乃是上天委派之人 我支掌大随 十多年 没有功劳 上有苦劳 万民皆知 你今天 要 要朕的性命 手持宝剑 干什么 你要斩杀我吗 啊 余文化吉 不管怎么讲 朕登基一来 对你不不 今天你要刺亡杀架 无非是要我一死 两旁边 都是我的公鹅 都是我的嫔妃 娘娘 他们 见不得血光 你要用剑斩我 他们会害怕的 余文化吉 朕到此时 没有别的请求 只求你 给我留一个 胡的尸首 到这份上 杨广心里边也明白了 自己呀 活是活不了了 只是怎么个死法 只是什么时间死 此时的杨广 死到临头 他觉得 多挨一时 事一时啊 他多么希望不死 多么希望活着呀 在这个江都宫里边 他享受了多少荣华富贵 他整天花天酒地 他以为这样的生活永远不会丢弃 没想到今天突然就要结束了 他一说这句话 他一说这句话 余文化吉停住了脚步 环剑入敲 哗 好吧 圣上 圣上 既然如此 那我就赏一个胡沦师手 来呀 让两旁 人员退下 以全命令 他随身带的 这几个军兵们都进来 把这些跳舞的 唱歌的娘娘妃子 全都赶到测室去 让他们都躲起来 皇上死不让你们看 他们都躲起来 余文化吉伸手 拽过一把椅子来 陛下 如你所说 你毕竟也是个天子 来吧 我不用你跪下 我让你坐着死 怎么样 算是我给你一份情面吧 杨广来到这把椅子跟前 伸手扶着这个扶手 回头看了个余文化吉 余文化吉 你觉得你这样做 对得住孤家吗 余文化吉微微一笑 杨广 我告诉你 你是傅作权 振凶细媚 这事我都知道 我怎么对不住你呀 你应该自己想一想 你做出这番事来 你对得住你自己吗 好 快点给我坐下 杨广说 你们要让我怎么死 余文化吉说 你不想要一个胡论尸手吗 来 拿五尺白铃 说着话旁边有人 有胆的内功里就拿出五尺白铃子 这五尺白铃子拿起来之后 余文化吉用手一捋 陛下请您落座 事到如今呢 对杨广还一口一个陛下叫着 杨广心想 我还陛下呢 杨看我这就完了 杨广坐在这椅子上 余文化吉一白铃子一搭 把杨广叫过来 阅王阳宿过来之后 就把这白铃子往杨广的那个脖子上一缠一绕 那头给杨广 这头余文化吉自己拿着 两边把这个白铃子一撑 撑上劲了 陛下 还有什么话说吗 杨广这个时候 多么想尽快地把一想要说的话再说一说 可是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头脑中一片空白 于文化吉说 陛下无话可说 那就送你归天 于文化吉跟月王杨素两人一时眼色 手上一时劲 就把杨广给一死 勒死那儿了 杨广勒死之后 于文化吉马上吩咐 把杨广的尸体撤入侧室 撤到旁边去 杨广这一死 马上把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 嫔妃全都叫到这屋里了 这些娘娘嫔妃进来之后 一看杨广死了倒在那儿了 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 嘴唇也清了 于文化吉在那儿一战 岳王杨素在旁边说了 你们众人听着 现在隋阳帝杨广 他已经死了 你们有愿意跟随杨广去的 竟可以站出来大话 如果你们不愿意跟随杨广去 现在改朝换代 许国的皇帝 于文化吉 这就是他的盛会 现在是天寿元年 从今日算起 你们如果愿意跟随新皇帝的话 一块跪倒讨风 这一说这句话 哎呦这些娘娘还这些嫔妃们 功德才女们 心想皇上换了 我们跟谁不如吃饭呢 既然这皇上换了 那我们都跪去讨风吧 呼啦就跪去一帮 万岁万万岁 山呼万岁 跪着讨风 大家伙往里一跪去 于文化吉往下边一瞧 一看其中有萧妃跪在前面 这萧皇后 于文化吉早已对她垂先三尺啊 于文化吉心想 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杨广这些个媳妇 全都转让给我了 于文化吉自觉的脑袋一阵懵 怎么会是血压上来了 转了一会儿 这脑袋清醒了 于文化吉说 终为爱情 听风